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复发烧 整个人没一点精神 会见客户时 农庄也遮掩不住我的疲态 实在撑不住了 才住进了医院 医生说 我肾上生了结石 引发了严重的困疡 得做手术把结石取出来 麻药还没散 身体默默的没有知觉 想到医生用锋利的刀片划开我的腹部 皮开肉栈 我下意识的想摸摸伤口 一抬手插在我身上的管子 被扯得动起来 你醒了 就是个小手术 没事 老公冯凡 关切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他伸出温热的手掌浮在我的额头 探视我的体温 结石 取出来了 医生说 只是个微创手术 我开口说话 却发现自己像个被犯了气的皮球 元气大伤 有气无力 冯凡拿出手机让我看他拍的图片 瞧 取出来了 我看着放在托盘里 鸽子蛋大小的结石 虚弱的说 要是牛黄就好了 我们就发财了 冯凡笑 我是财迷 我脸了脸嘴角 想笑 却冒了一头的虚汗 到底还算年轻 身体恢复得挺快 手术后第三天 我就下床活动了 一周后 我就闹着要出院 隔壁病床 是个八十多岁的太太 有些老年痴呆 不分白天黑夜嚷嚷 我根本休息不好 冯凡劝我说 观察一段时间再出院 好歹 也市场手术 仓促回家 要是伤口出意外 留下后遗症 后悔就来不及了 医生来查房 说话的口吻跟冯凡一样 也让我不要着急出院 我在医院熬了半个月 终于出院了 回到家躺在绵软的床上 感觉天花板好像都比平时高了一些 浑身上下 每一个细胞都有说不出的舒坦 冯凡小心翼翼的照顾了我两天 我催着她上班 免得耽误太久 流失了客户 冯凡咬着嘴角 吞吞吐吐的说 我妈最近总咳嗽 在老家医院拍了片 说肺上有个阴影 她要来省城做进一步检查 老太太说住酒店花钱 要住家里 你刚做完手术身子虚 我怕他惹你生气 你看 你能不能去张天家住几天 张天是我前夫 现任老公要把我送回前夫家养病 这算怎么回事 闷火在我心里乱窜 然而 小道冯凡半个月来对我的照顾 我死死的抿着嘴 把结问埋怨的话 粘在舌尖 没说出口 我在一个品牌房产中介连锁店工作 从最基层的员工做起 我手里的客户资源越来越多 工作经验也日渐丰富 一步步爬到了分店经理的位置 冯凡比我小五岁 他没读过多少书 在工厂流水线打了几年的工 有一天他突然醒悟了 觉得刻板的工作没前途 就想找个有挑战性的工作历练自己 刚好看到房产中介招聘启事 他就找过来运僻 冯凡一米八的个头 小麦色的皮肤 头发浓密 长长的眼睫毛下 忽闪着涅如羞涩的眼神 他这样的外形容易让客户 尤其是女性客户产生好感 但是冯凡一开口 说话有点结巴 普通话很别角 有浓浓的方言味 口齿不伶俐的人 做中介确实有些勉强了 然而我没有过多的犹豫 还是留下了冯凡 我之前普通话也不好 就在网上买了教程 跟着学习了一段时间 现在客户基本听不出我的口音 冯凡只要刻苦努力 什么都不是问题 冯凡上班第一天 就在我办公桌里悄悄塞了一盒芝士蛋糕 他说硬聘时 在我办公室的垃圾桶里 看到了一个芝士蛋糕盒 想着我喜欢吃 就给我烧了一份 细腻的男人 总是让人心生好感 加上冯凡嘴巴甜 避开员工就给我叫解 他叫解时 尾音拖得长 叫出了几分亲人的味道 我帮他购买口语教程 手把手帮他纠正口音 偶尔也把手里的潜在客户资源 分给他一些 冯凡上班第二个月 就签了一个单子 当然 我借口照顾新员工 给他客户的中介费 打了个大折扣 这是客户下决心 跟冯凡签单子的重要原因 冯凡自然明白其中的道道 他约我吃饭 送了我一对珍珠耳钉 吃饭时 酒意微醺 他说 看到我第一眼 就觉得特别亲切 我们上辈子 说不定就是夫妻 或者是亲人 我笑着 躲开他炙热的眼神 没有接他的话茬 借着酒劲 冯凡执意 要把珍珠耳钉给我戴上 他凑近我 呼出的气息 吹拂着我的脖颈 我的脸颊一热 伸手要把他推开 他霸道的抓住了我的手 真好看 不准摘下来 我一阵眩晕 在理智崩溃之前 抓起包 落荒而逃 那时 我和张天结婚 快两年了 张天白心儒雅 用古炉香水 在互联网巨头公司工作 他刚来这个城市时 来我们店里租房子 看到他的第一眼 我觉得自己的心 就像春风中的柳絮 轻飘飘的飞了起来 为了和他保持联系 我故意用了小半个月的时间 才帮他找到了合适的房源 在此期间 我们就如身处巨大的磁场 义无反顾的被对方深深吸引 我们谈起了恋爱 小半年后 我们就结婚了 我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想到我和张天从认识到结婚 几乎没有吵过嘴 顺遂美好的不像话 我忐忑不安 情深不受这样的词语 时不时就浮上心头 我们结婚半年后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张天出差发生了车祸 他浑身上下 毫发无损 偏偏就伤了下体 那时我最直接的反应就是 结婚后 我们还没打算生孩子 这可怎么办 张天伤口痊愈后 我们去北京上海 跑了很多家医院 都没有效果 最后一次 从一家著名的南科医院回来后 张天就跟我分房睡了 我这才发现 比生孩子更严重的问题 是身体残缺 给张天带来的自卑 我试图跟他解释 那点事又不是吃饭 不做又死不了人 结果 他敏感地以为 我是在怜悯他 张天说 你的怜悯 就像一把钝刀 在割裂我的血管 远离一见封喉 要痛苦得多 张天多次跟我提离婚 我舍不得他 我们就那样 爱不能爱 分不能分 别别扭扭地相处着 缝帆的出现 就如一副催化剂 让我和张天 纠缠不清的关系 有了明朗的走向 我对机械不敏感 开车寄出碳水 加上堵车 我习惯坐地铁上下班 冯帆有辆二手车 他给我戴上珍珠耳钉后 每天下班 执意要送我回家 那天我下班回到家 张天站在窗台前 客厅放着他的行李箱 他两手盘在胸前 冷冷地说 你的珍珠耳钉 不是什么好货色 应该不超过两百块钱 这不是你的消费档次 找男人还是谨慎些好 别那么迫不及待 张天应该是看到冯帆 送我回家 我想跟他解释 他拉着收拾好的行李箱 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走之后 我在茶几上 看到了他签了名字的离婚协议 我们住的房子 是张天昏前买的 他应该是担心 我没有落脚的地方 选择自己搬了出去 张天铁了心要离婚 冯帆这边纠沉得紧 我没有坚持多久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从张天的房子搬了出来 我自语是个理性的人 李智告诉我 两段感情之间 应该有个冷静节点 否则 婚姻刚结束 就陷入新的关系 未免有些仓促 然而 冯帆的热情 把我仅存的李智 烧得七零八落 冯帆买了个黄金戒指 跟我求婚 我说 我还没有准备好 毕竟 我比她大了五岁 冯帆捂住我的嘴 不让我说下去 我就喜欢媳妇姐姐 结婚过日子 小姑娘事儿太多 麻烦 我拿出所有的积蓄 冯帆 贴了一小部分钱 我们在省城 买了套小房子 我们在冯帆的老家 举行的婚礼 谁知道世界竟然那么小 我曾经的一个老客户 是冯帆母亲的老亲戚 她在婚礼上认出了我 把我离过婚 比冯帆大五岁的事儿 全都抖了出来 之前 冯帆怕她母亲不接纳我 就把我离婚的事儿 埋了下来 只说 我比她大一岁 老太太嘀咕着 女大一不是妻 却还是同意了婚事 婚礼上 听了亲戚的新闻热播 老太太觉得 我给老冯家丢了天大的人 全程都拉着一张脸 一副下巴都要掉到脚面上的样子 我勉强在冯帆家待了一天 婚礼第二天就回省城了 结婚一年多了 我和冯帆的母亲几乎没联络过 她给冯帆打电话 说我是老女人 二手货 说我不把她放在眼里 我只当没听见 却也下决心 不跟她有瓜梗 我不会拦着冯帆 当孝顺儿子 但也不会热脸 牵着冷屁股 去讨好她 现在冯帆母亲要来省城 她要是住进家里来 说不定会把我的伤口 气得崩开陷不可 我和冯帆结婚时 张天还托人 烧了个大红包 离婚后冷静下来 我们偶尔也通过电话 问个平安 做不了夫妻 做亲人 我们做不到一刀两断 我在省城 没有亲戚朋友 可以投靠 既然冯帆不介意 为了躲开婆婆 去张天家住一段时间 好像也不错 这样想着 我对冯帆 让我去张天家养病 也就没那么抵触了 放下婚姻的约束 张天反倒能坦然的 和我相处了 我打电话问她 方不方便 去你那里住几天 怎么会不方便 弄清了缘由 她回答得极快 语气里竟然有几分欢喜 张天休了年假 她给我熬鱼头 豆腐汤 守着砂锅 熬的汤 像牛奶一样浓郁 她托同事买了乌鸡 鱼网上买的野山药炖了 撒几粒枸杞 试好了温度 双手捧来给我喝 她把草莓来莓 苹果之类的水果 泡在温热的酸奶里 让我当饭后甜品 我捧着碗吃得眼泪汪汪的 张天说 你别想多了 我好容易生年假有空 得好好养养 我天天吃外卖的胃 你就是跟着我沾了点光 我的眼泪更汹涌了 如果没有那场车祸 那该有多好啊 冯帆很少打电话来 应该是陪着她母亲看病 我给她打电话 询问老太太的病情 她说检查结果没出来 让我安心养病 不要操心 一晃小时天就过去了 我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就想着把业务捡起来 当初来张天家里时 为了好好养身体 我特意没带电脑 我给冯帆打电话 得知她带着母亲 去医院拿结果 我趁空回家取电脑 屋里乱糟糟的 阳台上晒着老太太的衣服 我不想在家里待得太久 拿了电脑就要走 却发现冯帆的电脑开着 冯帆的微信在电脑上 从来都不下线 我不在家这么久 她有没有勾搭别的女人 我觉得自己有些小心眼 还是随手拿起了她的鼠标 冯帆的微信 但没有什么不良痕迹 我随后打开了她的浏览记录 一条一条的翻看下来 我的心脏如雷鼓一样 咚咚的跳了起来 三十多岁的女人 割掉一个肾会影响生育吗 婚前买的房子 离婚时怎么分割 网上的婚借所靠谱吗 我清晰的感觉到 这些搜索记录和我有关 难道我不只是 做了个肾结石手术这么简单 我双腿发软 出了一身虚汗 我拿着身份证去医院打印了我的病例 看完病例 我就摊在了椅子上 果然 我被切掉了一个肾 回过神来 我去找我的主导医生 他说 本来只是取结石 打开才发现 结石给肾脏带来严重溃疡 引发了肾患死 我反复发烧 是肾脏给我发出的求救的信号 只可惜 我硬挺着忙工作 这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医生说 我们征求了你家属的意见的 手术单上有他的签字 他担心你接受不了 要求先瞒着你 我无法接受 我失去了一个肾 我拿出手机给张天打电话 哭的 说不出话来 张天接我回家 拿网上搜索的信息 安慰我 你看 一个肾 完全能满足人的代谢需要 根本不影响人的正常生活 你不记得了 之前我们在网上看到过 有人为了买苹果手机 把肾卖了 那就证明 少一个肾没关系的 张天声音低了下去 他红的眼眶 把我拥在怀里 你要是有需要 我愿意把一个肾给你 我好不容易才冷静下来 开始审视我和冯帆的关系 冯帆当初热烈的要跟我在一起 无非是我长得还算漂亮 从业时间长 小有积蓄 身居经理的职位 手里有大把的客户资源 这一切都能帮助他在业内 很快地扎下根来 以较小的成本换来相对更好的生活 不否认他对我有感情 但是这感情 差砸得太多的杂志 当我切掉一个肾后 那些杂志膨胀放大 稀释了仅有的感情 否则冯帆又怎么会让我回前夫家养病呢 当他大度到不介意我和前夫住在一起 他已经开始为自己做新的打算了 电脑上的搜索痕迹 暴露了他龌龊的心思 一辈子这么长 避免不了会遇到勾勾坎坎 所谓夫妻 就是那个可以和我们相扶 相邪度过难关的那个人 冯帆这样的男人早晚会把我踩在勾坎里 为自己寻找更好的捷径 这么快就看清了他的本质 也算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吧 我跟总部申请调到另一个区的分店工作 同时我着手为离婚做打算 最起码我不能在经济上再吃亏了 张天一直默默的照顾我 在他面前我也是龌龊的吧 当初我同样没有陪着他 坚真勇敢的面对命运抛过来的难题 我不知道将来我们会怎么样 毋庸置疑的是 他永远是我这辈子最亲的人 人生有低谷就有高峰 跌倒了咬着牙 一步一步往上爬就死了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把错乱的生活重新捋得井井有条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